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45客 很多香港的市民和商家都会支持我们的行动 很多市都会赚了一些东西过来的 是深水埗开铺的明哥 不止饭买得又便宜又好吃 还会每一天都准备按心饭盒排给老叔姐 看见有些真的挺可怜的 他好像已经很满足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道的精神 所以明哥一年就开足三百六十二日 八婆烧纳饭店也被称为窮人爱生饭堂 香港为爱而生的人一跌到不少 我们说要多一点我们就给多一点 因为如果你恐怖人吃 你觉得足够你就会出伤 你吃不了这些花肉小贵 不是每月 五月二十二日早就因为黑鱼 所以学校停货 不过半夜两点 饭盒供应商曾煮好饭 这些饭米真的可以给有需要的人士吃 他们商量过之后 其实都决定给一些有需要的机构 或者有些有需要的市民食用 真的有一万个饭口 和大概四吨左右的饭米捐了出来 不用两个钟 就派了饭给深水埗的街坊 而我们的温柔究竟是对人 连对动物都一样多 有五只当场死亡 有两只多处骨折 要即场人道毁灭 连几个星期大的它都求不回 这八只牛在六月被发现 躺在大婴山玉南 警察找到较怀疑涉案的私家车 不过车主涉嫌拒绝提供司机资料被控 他有什么名字 他叫什么名字 Tommy 今天开始一举成名 对于Tommy仔和Uncle Bill 大家都应该还有印象 一样一样一野猪都被带回警署 一样一野猪都被带回警署 Uncle Bill就说 拿不拿回Tommy仔就不要紧要 只希望他可以重落自由 哇